春节前夕让边境解封议题延烧 但是疫情爆发以来 境外一路的突破性感染案例却越来越多 眼看国外边境纷纷解封 但变种病毒传染力惊人 专家指出以美国来看 两剂覆盖率大约六成 麻州当地突破性感染的死亡率是0.8% 对照台湾如果边境开放 推估会有20万人遭感染 以死亡率0.8%计算 死亡人数将高达1600人 但是混打疫苗的效果高三成 医生直言开放混打才是爱国表现 指挥中心频频放话11月都有混打 但是第14轮疫苗9号公布规划 将由AZ BNT和莫德纳提供第一或第二剂同剂型施打 预约时间在11月11到11月12号中午 13号到24号就要开打 却仍不见混打机会 让民众想混打也等不到 而国内59万剂AZ及其疫苗更让专家质疑 不开放混打是为了销货 尽管指挥中心强调绝对不会逼迫民众打AZ2G 但混打迟迟不开 也变相让不少民众没得选 记者周天结束 这是我宣传台北报道